同学们好,欢迎学习手语导诊课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手势语是口腔科常用到的词汇 口腔科的大部分工作是牙科的工作 下面请大家跟着手语老师依次学习口腔科的手势语 牙疼 拔牙 牙周炎 牙银炎 口腔溃疡 洗牙 中牙 牙齿松动 下面让我们跟着手语老师一起学习一下基本句型 医生,我牙疼 医生,可以给我打麻药吗? 医生,可以给我打麻药吗? 医生,我想拔牙 我建议你先消炎,后拔牙 医生,要拔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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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牙粥也有炎症 我是不是需要拔牙? 目前还不需要拔牙 我们先治疗炎症 是吃药吗? 我先给你打针消炎针 缓解你的疼痛 要保护牙齿 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呢? 你的炎症消失后 我建议你多补充维生素 避免口腔溃疡 对,我经常有口腔溃疡的症状 少吃过于辛辣、刺激 和太烫的食物等 避免牙神经过度敏感 好的,我以后多注意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有牙疼的情况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些 有关牙疼的手势与表达方式 拔智齿 拔曲齿 牙周疼 好了,今天的手语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 Weise